运动神经元会受到影响 然后肌肉会渐渐萎缩到不能行走 那个药其实都是贵的药 一年治疗费是百万美金 略为萎缩病行的手掌 操控着轮椅在医院走廊穿梭来去 今年36岁的杨柏宇身体自主权 被罕见疾病脊髓肌肉萎缩症 无情夺走 在学校你要不同科目 要在不同教室移动 所以那时候长距离的话 就比较没办法 对就是可能你 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 还有一些教室是要爬楼梯的 然后就等你爬到教室的时候 课已经上一半 杨柏宇两岁时透过基因检测 确诊脊髓肌肉萎缩症 简称SMA 但是当时即使急走发现了 也无药可疑 小时候也有接受一些药物试验 那时候药物还没有 还在开发阶段 没有晓 而且有时候吃完 像我姐姐之前就是吃完之后 还就是有一些异常反应 所以就中止 SMA是国内发生率第二高的 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退化疾病 全台约有400多位患者 杨柏宇罹患的是SMA第3型 退化的比较慢 小时候还能自由活动 但高中时已经无力行走 等了20多年 治疗SMA的药物终于出现了 但它可能还是无法使用 因为我们是成年病友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口服药 我们现在只能使用脊椎注射的药物 对 那它还有在限制就是上肢运动功能 它们有一个评估的分数 如果你低于15分的话 那也被排除在用药的范围内 健保署在今年4月1日放宽 SMA药品给付范围 年龄在2个月以上18岁以下 可以服用瑞士药厂研发的口服药 另外还有美国药厂研发的备针治疗 本来只有一岁前发病 而且开始治疗年龄未满7岁的病友 可以获得健保给付 现在放宽为3岁之前发病 而且开始治疗年龄7岁以上 加上运动功能指标RULM大于等于15的SMA病人 也可以受惠 这两种治疗方式都是让体内的突变基因 产生更多蛋白质 以减少运动神经元的伤害 受惠人数约200人 每名患者首年药费可以省下1391万9400元 累积了一些临床上的数据资料 显示说其实他如果超过7岁 只要他的运动功能 比如说上肢下肢转头 或者是坐站等等 他都还能够有一些功能的时候 其实他用药还是可以有效果的 SMA是遗传性的疾病 越早治疗越好 根据专家搜集的临床数据显示 18岁到25岁的病友 使用口服药的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目前口服药仍不开放 给18岁以上的患者 尽管给付范围扩大 但医师指出可能还是有200多位 SMA病友被拒于门外 专家有提出说 他的18岁到25岁的 这一部分的成人的资料上来看 他有用药跟没有用药 其实他在功能上 没有太大显著的改变 是不是在这个临床数据 证据还没有这么足够有效的时候 先把这个治疗的机会让给运动功能 还比较好的病人 躺在床上的 然后要使用呼吸器 然后有时候是脊柱侧弯需要开刀 那有时候是营养不良 但是这些症状如果你及早治疗的话 像我们的病友一辈子都不会有这些症状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思考到就是 可以帮健保省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后续治疗的经费 受限于健保有限的裁员 不符合健保给付资格的SMA病友 想自费治疗难上加难 如果使用被针治疗 一针高达250万元台币左右 而且要是年龄及身体状况 去判断一年该打几针 一年可能打三次以上 也就是一年要付至少750万元 还有另一种更昂贵的治疗方式是 基因治疗就是把正常基因片段的 病毒载体注射进患者体内修正突变基因 不但只适用于两岁以下的病童 而且一针要价6000万元台币 有点是一辈子打一针就可以根治 但缺点是对于所有的寒病家庭来说 这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天价 而寒药之所以昂贵 因为罕见疾病药物市场小 开发成本高 所以寒病药也被称为孤儿药 我们真的很希望快一点的能够 不要用年龄的限制 只要有症状就给付 那目前虽然已经扩大了 但是针剂的部分 用打针的部分的话 打脊椎的那个针剂的话 那个应该是大概有91到92个人 可以用到药 那至于比较大的病患的话 就是脊椎车瘟有问题 对麻醉有问题的病患的话 他们要用药的话就机会就少了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 SMA健保给付使用人数有41人 申报药费约6.67亿元 每人年健保给付药费为872万元 最高为1470万元 最低735万元 自费治疗这四个字 不在健保保护伞下的SMA病友 想都不敢想 以SMA这个疾病 我们现在的给付规定 虽然对病友来讲 还是没有很宽育 可是他差不多会用到200个病人 200个病人算起来 那就是几亿了 一个人年药费200个病人 对不对 他又是终身要用 那口服又要跟着体重来调整剂量 所以这个对健保财务 不可说是没有冲击 所以财务在讨论的时候 也会花了一点时间 这是 这个也是困境之一 也有SMA病童因为及早治疗 很幸运的活动力没有流失 在游戏场蹦蹦跳跳 五岁的柏林正是活泼好玩的年纪 但令人意外的是 柏林也是一名SMA病友 而且是属于SMA最严重型 五个月大时 他就因为奸起无力没办法抬起头 你又来了 你现在又变得惯用一边了 目前看起来状况是还好 就只是顶多就是会 比较没把握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会利用另外一只脚 比较有力的脚去撑着点 就要有撑住 撑着他才敢去走 把这里 这边 这里进去 柏林一年要进行CG的被针治疗 原本一年要价750万元起跳的费用 幸好他符合恩慈疗法的资格 厂商免费提供药物 同时因为发病年龄 在健保给付范围内 未来用药将被纳入健保给付范围 台湾目前登记有案的罕见疾病的病患 也不过大概不到三万人 那我们是2300万人里面的三万人 第一个他人数就非常的少 第二个是这些人里面可能有治疗的人 说不定不到一万人 恩慈疗法从何而来 其实恩慈两字是源自英文名称 同情心及慈悲的意思 并且根据105年4月14日最新修订的 人体试验管理办法当中的第三之一条 在明医疗机构为治疗危急生命或严重失能 且国内还没有具有疗效的药品 医疗器材可以适用的特定病人 以相关条件审查通过 但恩慈疗法并非所有的申请者都可以通过 必须要符合医师病人细胞制备厂商 三方条件才能执行柏林算是当中的幸运儿 其他不符合资格的病友只能继续等待机会 柏林接受治疗后可以正常走路跑步 让许多病友看见一丝曙光 而我们观察近5年的健保含药药费预算 以及实际支用状况 民国107年预算有65亿元支出了58.6亿 隔年108年有72亿元的含药专款支出了61亿元 接下来每一年也都出现有专款没用完的状况 五年下来有31亿没有用到 那所以以目前健保的资源投注在这些罕见疾病病患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年健保的花费可能是8000亿 那这些人花的大概只有80亿不到 健保总额的成长率其实也不到5% 对不对 所以然后他的药又如此的昂贵 病人又有成长 那已经收窄的这些药 他新增的人要不要用 药啊 SMA我们大概会估个1到2% 可是他只要1到2% 400你算算看 就四个人 四个人如果一个人是 我不要说1000万 我就是用平均的人年药费用800万来算 四个人就要多少 但健保财源有限 健保署也坦言万一增加罕病的专款 势必会压缩到癌症等其他药物的给付状况 但有救命药却不能用 也让医师直言 健保仿佛正在走回头路 罕病的预算应该是专款专用才对啊 他跟健保其实是独立的项目 所以你的用药 他告诉你说我的执行率百分之九十几 你不要说95 96 我们差那1%2% 是不是就可以多救几个病人 当他有药物可以用 还没有办法用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价格 那岂不就回到以前没有健保的时代吗 明知眼前有药可以抑制身体病痛 但却受限于经济压力 不得不缩手 看得到却用不到 是罕病病友的心酸 也期盼健保可以为弱势少数的罕病病友 在挺身而出 因为他们都想要活下去 这就是需要奇麗的线 我可以把囝补处写的线 因为那儿都想要活下去 他是非常的难用 所以我们的阻撼 然后我们在生活中 或者是晋试中 因为你也要伞染了 哪儿都想要活下去 所以我可以把囝补处写的线